我想请两位老师分析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彭先生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 刚才两位观众朋友的问题 那个倒过来 那个上海彭先生讲 现在美国现在在实验 那个太空武器 确实是 美国现在太空武器 已经有了一个长途的发展 这个刚才讲过了X-51 还有像那个X什么37B 什么这种这种超越式飞机 什么这些 都是非常的先进的 是吧 这个对中共来说 它现在的航母 其实陈先生讲的 他说中共最后崩溃的时候 会作为逃生工具来用 我像这个作为逃生工具来用的话 可能一下子就会活观察 怕全部给打中 这个是非常可能 因为中共自己的军事战家分析 如果说中共现在的网纳格号 跟美国的航母对称交战的话 就是一个活观察 他们自己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用这个来逃生的话 那则等于是自杀行为一样 就是说另外的话 刚才讲到杨先生讲到人民解放军 都是屠杀人民 完全没有错 就是这个特征 所以说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共发展航母 就是要采取一种非常警惕的和围堵的 是吧 谴责的 甚至要联合起来 对付这么一种态度 就是由这个产生的 航母呢 就是说对中国人自己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呢 倒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因为航母的主要的这个功能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飞机的作战距离延伸 是吧 那么它就需要有这个远洋 是吧 深海战略是吧 等等 那么这个呢 如果说从航母上开到海外去 深海地方 再用飞机来轰炸本国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 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因为当年的这个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失败之后 他们有一个去处是台湾 所以台湾是不存的航空母舰 但是中共一旦这个面临政权危机 政权不保 它没有去处 这个台湾已经是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香港也不会接到它这个自由的地盘 所以它往哪里走呢 陷入这个不是要美国对付它的问题 它是陷入了按他说的说法 一旦陷入人民群中的汪洋大海之中 它怎么办 我想它这个用航空母舰 做最后的孤主意志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华国母舰对外作战不行 但是像刚才一位朋友讲的 他对对屠杀自己的民众是完全可能 就跟北超前发展了核武器 毛泽东当年发展核武器 就说了不怕中国人死一半 实际上他主要是拿国的人作为目标 那个北超前他发展军力 他曾经喊不安全 谁对他有不安全的 没有人去那个打他 他主要发展了一种先军政策 为了控制自己的人民 说共产党发展军力 不管用什么设备 用什么军力方式 还是为了对付人民 他如果说比如说 一旦发生了某种政变 这个他的这个老巢 北京被端掉了 他有可能撤到航空母舰上 然后从航空母舰上来 做一个反扑 做最后的一搏 这个可能也要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现在实在看不出 中共造航母 他有任何的震荡用途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分析 他的各种用途 包括他的这个就是 为了腐败 为了落入自己腰包的 这种巨大利益 好 我们现在接一下 北京安先生的电话 安先生您好 您好 您请讲 主持人好 两个嘉明好 您好 今天谈这个话题是 中共造航母的这个话题 我知道 我们知道的 这个中共造航母 实际上它只对 中共这个 本身它这个政权有意义 那么对这个 中国发明着问 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中共这个政党 它的核心的利益 就是为了这个 统治权利利益 它不放手 它不是为了发展 中华民族 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 它不是这个目的 单从这个科技能力 我们来看 这个航母 它是一个国家 这个科技实力的 综合的体验 但是中国的这个科技实力 大家都知道 现在目前的中国 这些科技技术 实际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它也不是自己发展的 我看过一篇报道 但是说现在国内的这个 连电梯的这个核心技术 它都不是中国自己掌握 国内所有的电梯 它都是国外的牌 所以就可想而知 它这个航母造出来 它能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 现在我们看到 中共造航母 它实际上只是为了 它政治上不需要 继续为了建国内的 这个庞大公众 因为现在呢 它们面临的问题 是泰国 它是为了转移 用这个造航母 为了转移这个 日记高涨的这个矛盾 还要求它下台的 护身 还有就是现在呢 这个队长的人 达到了这个 一亿人 他们在这个面前呢 那中共呢 它就靠这个造航母 这些方式了 来转移矛盾 前面有个朋友谈的挺好 就是说 当年苏联也是 为了几产国家 为了显示它的实力 造了财富 但是最后呢 它们就一夜时间倒掉 所以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看呢 中共造航母 它只是一厢平院 实际上就是它这个 无数个豆腐扎工程的一个 花的是最后老百姓的钱 最后也是老百姓造这样 但是解决的问题呢 也只有一条 就是要这个 解体中共 好吧 好 谢谢安清先生 那我们请在线的文昭先生 来回应一下 刚才观众朋友 他们的讲法和意见 对 因为我记得以前呢 我们曾经跟日本的军事战略家 小川和九呢 曾经交流过 他当时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看到 在中国大陆的几个军种方面呢 空军和海军呢 都得到了比较大的投资 但是我们首先认识到 中国它首先是一个陆军性的国家 因为就是在他的战略性地位里面 他陆军仍然是第一位的 他的陆军仍然是规模最大的 就是说他现在陆军有差不多200万人左右 那么这个原因是因为 跟他军队的用途有关 因为他的军队不是国防军 所以他的陆军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共产党统治的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他要镇压国内的民众的一些歧视啊 怎么样的话呢 首先还是陆军 所以即使是他需要动用一些其他的这个军事装备 他的有很多陆地上的空军基地的飞机可以使用 所以航空母舰呢 如果是镇压 就是说对自己的民众呢 他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想这个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所考虑的 那么共产党的领导人所脑子中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航空母舰它本身的用途呢 按照国内自己的说法啊 就是说的比较多的 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它是可以拿上台面讲的 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远洋利益 这个远洋利益呢 是以能源交通线为核心的 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对外的石油的余存度 是达到50%以上 所以他说这个能源余存度很高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那就让航空母舰的作用的距离 至少要延伸到印度呀 第二个就是说是为了保卫中国的所谓海疆的主要是指 但是它这个目的主要是指南海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会跟南海周边国家 就会感到比较敏感 那第三个目的呢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航空母舰 从它这个建军的思路发展来讲呢 我并不认为它很符合中国的国情 就是说中国不管它是什么样一个政府 假如说中国它需要一定的国防 它可能需要一定的国防 但它主要的国家利益 我想大部分人现在没有什么疑义 就是中国现在主要的国家利益 应该在它的内政就是要建立起 对不起 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合理公平的分配体制 然后呢就是解决它拖欠已久的教育 医疗社会福利这些基欠的问题 然后呢就是改变政治体制 保障基本人权 这个是当前 这些内政问题 当然是现在中国最主要的国家利益 它所说的远洋利益 那些但相比南海的石油 相比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来讲的话 它的重要程度 它不应该排在那么前面 那么航空母舰 但这些问题呢 都是现在的这个中共政府是无法做到的 那航空母舰呢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 我认为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因为我认为中共政府今后几年 它的民族主义化呢 将不可避免 就是说除了经济增长 那么就是所谓民族主义 就是现在大陆讲的民族主义 可能会成为共产党政权存在的一个合法性基础 因为它的合法性基础确实不多 那么这个民族主义它就要显示出 它军事崛起 显示出所谓维护国家利益 远洋利益 维护祖国同一这样的决心 那航空母舰相对于核潜艇来讲 因为核潜艇实际上它的造价 跟航空母舰是一比三 就是造一艘航空母舰的费用 至少可以造三艘核潜艇 而核潜艇它相对航空母舰 有相对水面舰有很多优势 今天时间有些咱们就不讲了 相对于潜艇来讲 航空母舰它是浮在水面上的这个庞然大物 它显然更适合做一个民族主义的图腾 它看起来很气派 它很就是作为一个 这个所谓军事崛起的标志来讲的话 用它来赚取这个中国有很多军迷 这些渴望着富国强兵的中国军迷 赚取他们的喝彩 然后呢就是取得大家的认同 谢谢文昭 谢谢李博士 我觉得刚才北京的这个安先生说的非常好 他说这个对中共政权有利 但是对中华民族不利 为什么 他是用这个航母用军威来撞胆威 但是他现在问题是做不到这一点 你知道吧 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五毛啊 这个所谓的军迷他们喝彩 说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现在中共他自己很清楚 这个航母的话 他不能够作为一个图腾 这个图腾是一堆烂铁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又不敢伸张 所以他处在一个骑虎南下的两难境地之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他为什么要 就在军事上 比方刚才讲到了是吧 他这个有几种保护远洋力也好 收复南海也好 跟美国竞争也好 这些东西都是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远洋 你怎么远洋法 你没有核动力啊 对不对 你没有海外基地啊 你怎么远洋 你停在哪啊 出去你转一圈 你回来回来来吗 问题是 你收复南海 你一收航母去 人家美国三个航母群在这儿了 对不对 你即使有三个航母群 美国六七个航母群在那儿 你跟人家能怎么打呢 对不对 根本不是对手 不是平衡的一个东西 再一个跟美国竞争 是吧 这个我看这是更加遥遥无期的事情 是吧 那么因此他只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来这个撞宝 给人一种假象 就好像共产党现在还很稳固 是吧 像航母一样稳固 是吧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航母这个东西 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够作为这个东西来用 所以这次他目的没有达到 你别说真正的目的 在09年 他原来航母一直没有上马 真正重建的话 是在09年初 我们注意到 就在09年初的时候 当时06年的这个 六万多起的这个大规模群体事件 到09年的时候变二十三万起 胡锦涛讲 不折腾 但这个时候就是说 他把这个注意力 集中到就是用航母 来树立共产党的威信 这个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 很紧急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航母这个事情被重建 提出来了 对 我要补充一句 刚才一个先生提到 就是说是有益于中共 不益于人民 这次航母是在大连出海后 四航的 就在航母 四航回来的当天 大连发生了八万人的抗争行动 就是抗议一个化工厂 这个要请他搬迁 这个在这个众多民众的压力下 这个大连市政府不得不 当天就做出决定 就是关闭这个化工厂 另外 这个新加坡记者到了大连去采访 想采访这个航母的事情 结果大连人就告诉他说 你采访那玩意要干什么 你怎么不报多少贪官 贪了多少钱 哪个局长 哪个高官又贪了 你报到这个 这个才是我们老百姓关心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究竟谁需要航母 那是中共 而不是老百姓 而航母的用途是拿来干什么 中国人民目前没有看到航母 有什么用途 也没有看到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危险 而中共自己有他政权的威胁 我认为中共最终造航母的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国家 连远洋保护石油线都不是 就是为了他的政权 因为很简单 索马里劫持了中国的商船之后 中国有所谓的远洋舰队去保护 他不是去保护 也不追击海盗 而是交了两百万苏金 把这个财帽的换人换船 就中共军队遇到真枪真刀 对外的时候 他根本不敢作战 他的真枪真刀 永远是瞄准自己的人民 这才造航母的实质 索马里海盗根本用造航母 去速舰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航母造出来的话 纯粹是为了中共自己的转移 现在民众反抗的危机 这么一个目的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二位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共造航母 它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和这个国家的利益 是吗 中共造航母的话 我刚才你讲了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民众反抗 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候 用航母这个所谓象征性的 这么一个东西 来转移民众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中共如果说下台 中国人民能减少负担 周边的国家也能减轻恐惧 然后中国会有一个更好的情况 好 非常感谢二位 非常感谢文昭先生 再见评论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和我们其他观众朋友 分享您的意见 那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